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地上纵然插着刀子也顾不得了 春汗又疯 地上洒水早已干去 两百余人一起坐地 立即黄土飞扬 沉雾弥漫 可是令人惊讶的是 整个大仗连同秦王在内 人人神色肃然 没有一个人在沉雾飞散中生出一声咳嗽 连寻常总是咳嗽气喘的郑国 也肃然庄重地助力着 连些许气喘也没有了 上茶 李斯略一丝存 向帐外司马懿挥手 这是李斯的精道处 土工又缝汗 人时时念叨的都是水 昨夜快马一出 李斯派定幕府工艺的活迹只有两桩 一波搭建半露天帐篷 一波用粗茶梗大煮凉茶 将帐外八口大煮全部注满 以李斯原本想法 凉茶主要用在会前会后两头 如今满帐灰尘激荡 几乎无法张口说话 李斯心思一动 命立即上茶 极致大桃碗流水般摆好 工艺们提着桃冠利落珍茶 工将军们人人咕咚咚咚牛饮一阵 仗中尘土已经渐渐消散了 嬴政始终站在土台王岸前 没有入座 也没有说话 只阴阴扫视着那一片衣衫脏乌褴的工将军们 牙关咬得铁紧 年轻的秦王很清楚 一 木下秦人的日子不是穿不起整齐衣服 而是再好的衣服在日夜不休的土活中也会脏污不堪 虽然如此 嬴政还是不敢想象 所有的工将军们会是如此思绪拦绿 泥土脏污 他至少知道 这些人都是立身 在山东六国都是庄园成片 车马滑贵 衣室锦绣的相间豪事 这些人能滚打成这般模样 寻常民工劳苦 可想而知 果真如此 工妻还能不能再抢 该不该再抢 终于 仗中沉雾消散 郑国还是咳嗽了一声 才开口 咳咳咳 咳咳 会议 然老夫不善此道 唯恐丢三落四 今日请何去城 代老夫私礼会议 短短几句话说完 郑国已经是满脸上红 额头出汗了 嬴政一摆手 老令 坐着听便是 事有不妥 随时说话 郑国谢过秦王 又对李斯一拱手 做到了自己案前 李斯高声道 行营大会第一事 自西向东 各县禀报工地尽敬 郑国插了一句 诸位务必据实说话 名下完工 究竟有无成算 前排一个十吨汉子 挺身战旗 云阳县令禀报 户口工地可提前完工 王婉插近一句 光县令说不行 各县公将军 须得明白说话 云阳县令 跪及开口 十几个汉子刷的战旗 户口工地两月完工 又一粗壮汉子战旗 甘泉县 云阳县共战户口 两月完工 县令身后十几个汉子 战起齐声一喊 甘泉县 两月完工 郑国摇摇手 哎 户口开工早 不说 要紧 是干渠 画方落点 其余县令纷纷高声 户口两个月能完工 我现在赶紧一些 两个月 该当完工 立即有人跟上道 要能抢得今年下重 脱几层皮 也值啊 公将军们立即一片呼喝 话语多有不同 其意完全一样 跟上户口 加紧抢工 两个月可能完工 一片昂昂议论 连禀报各县施工情形 也忘记了 郑国完全没有料到 本来是会议 明下完工 究竟能否确保 如何突然扯到 今年下重完工 这是治水吗 儿戏 在郑国呼吱呼吱大喘着 要站起来发作时 李斯过来低声一句 老令哥哥莫及 我来说 不等郑国点头 李斯转身 一拱手高声道 诸位县令 诸位公将军 秦以君治治水 幕府便是军杖 军前无戏言 诸位昂昂声发 声称要赶上户口公妻 抢在今年下重完工 心中究竟几多十底 幕下户口虽然打通 可四百多里干渠才刚刚开始 和局令与我谋划的预定期限 户口扫尾同时 九个月开通干渠 三个月开通支渠 毛渠 总共一年完工 也就是明年下重前完工 如此之期 已是奸程匆匆 史无前例 去岁深秋 重上河渠 金岁深秋完工 仅仅仅一年 若还要抢得下重 便得在两个多月内 乘渠放水 此旷古奇闻也 四百多里干渠 三十多条支渠 几百条毛渠 且不说斗门 渡草 沙土渠 还要精工细作 仅是渠道粗粗成形 也是比秦赵长城 还要大的土方量 两个多月 不吃不喝不睡 只怕也难 治水之药 守在精细施工 中尉 还是慎言为上 县令公将军们 素来敬重李斯 大仗顿时 没了声息 李斯 执任何渠成 尚只是大力之身 寻常但有郑国在场 从不就工程总体说话 今日李斯一反常态 又是一脸肃杀 往往觉得有些蹊跷 再看秦王平静地站着 平静地看着 丝毫没有说话的意思 郑国黑着脸站了起来 老臣 有话说 无论李斯如何眼神示意 郑国只坐浑然不见 秦王凯然点头 老令有话 干说无妨 郑国对秦王一拱手 转身面对黑压压一片下属 习惯性地抓起了那只碳水铁齿 走进那幅永远立在幕府降台上的精水河渠 大版图 嘶哑的声音昂昂回荡 李成 替老夫做黑脸 老夫心下不安 话 还得老夫自己说 真正不赞同 急救公者 是老夫不是李成 诸位且看 老夫算个粗账 郑国的碳水铁齿 啪地打上版图 银水口与出水户口 要善后成形 工程不大 却全是细活 全段三十六里 至少需要两万人力 四百六十三里干曲 加三十六条支曲 再加三百多条毛曲 谁算过多长 整整三千七百余里 幕下能上渠之精壮劳力 以一百万整数算 每一里河渠平均多少人啊 两百多人而已 筑渠不是挖壁垒 开一条壕沟了事 取身取底都要做工 便是铁人昼夜不歇 两个多月也难 盘水铁齿重重一敲 郑国也粗重地喘息了一声 河渠是泥土活 更是精细活 老夫还没说那些个 斗门 肚草与勾勾 砍砍的工匠活 这些活路处处急不得 风风火火一轰隆上 能修出个好渠来 不忠 渠成之日四处渗漏 八方绝口 究竟为民还是害民 老夫严禁于此 诸位各自思量 满账人众 你看我我看你一时尴尬 谁也没了话说 平乡里的工将军们 显然有所不服 可面对他们极为敬重的 何取令 也说不出自己心下不服的话来 只有仗红着脸 呼吱呼吱大喘气 县属大员们 则是难堪憋闷 个个黑着脸皱眉不语 嬴政笑了 老令啊 人人都是泥土人 能否找个地方 渐渐水 郑国还没回过神 李思义拱手接话 户口是水家地 最是提神 对对对 那里好水 郑国一欲转不过弯 只跟着李思呼应 嬴政一挥手 好 老令说哪里变哪里 走 先洗泥 再说话 一言落点 嬴政已经大步出仗 李思对郑国一个眼神 郑国立即跟着王婉 出仗领道 李思对满账龚将军一拱手 秦王卓义为诸位洗尘 有说话时候 走 帐中顿时一片恍然笑声 呼啦啦跟着李思出了大帐 户口家地 是一片清澈见底的湖泊 中山银水口修成后 释放精水 在户口峡谷中 积成了这一片大水 因是试水 银水口尚需不断调整大小 峡谷两岸与沟底 也需多方勘验 更兼下游干渠尚未修成 这片大水 被一千军士严密把守着 两端山口 否则 整日黑水汗流的民工们 川流不息地涌来 洗衣净身 水量渗漏便无法测算 围棋不能涉足 河渠上下人等呼这片大水 为老令尽池 不说秦王嬴政与咸阳大臣 便是敖战河渠的一般县令 公将军们也没有来过 一过幕府山头 蓝天下一片碧波荡漾 松涛阵阵 鼓风袭袭 与山外漫天黄尘 直视两个天地 公将军们不禁一口声 喊好 秦王看着郑国一拱手 老令据实说话 下水 会否搅扰 渗漏勘验宴 郑国一拱手 不会 军事看守 那是怕口子一开 万千人众涌来 踩他的肾也看不得了 这点子人没事 嬴政哈哈大笑 向公将军们一挥手 诸位都听见了 老令发话 没事 都下水 去了一身臭汗 再说 秦王万岁 县令公将军们 一片雀跃欢呼 却没有一个人下水 嬴政一挥手 不会有水无防 边上洗洗也好啊 李斯过来低声道 君上 秦人敬水 再说 还有君上在场 嬴政恍然 不带李斯说完 便开始脱衣 斗篷丢开 甲咒卸去 高官撤下 三两下掀出贴身紧衣 往往赵高健壮 情之不能阻拦 连忙也开始解带脱衣 此时嬴政已经大步走向岸边 挥手高声喊道 水为我用 用水净水 都下 几句喊完 义庸身钻进了水里 碧蓝的水面 飘起了一片白衣 赵高伸手灵动 几乎同时脱光衣服 一个猛子 扎到了嬴政身旁 还在水边的往往 这才喘了一口气 岸边县令 公将军们 一边高声喝彩 欢呼万岁 一边纷纷脱衣 二话不说 光身子 扑通通入水 蓝幽幽的 峡谷湖泊中 浪花翻飞 顿时热闹起来 岸上一阵牛角号 悠扬响起 岸边李斯 有些着急 走过来对郑国 低声道 老令 我去安置些 汇水军事 以防万一 郑国摇摇手 不用 方才好生 已经安置妥当 守水一千军事 都汇水 池中还有 巡查水情的 二十多只小船 不会有事 李斯大事惊讶 一片废水 老哥哥派二十多只 船巡查 郑国苦笑着摇头 嘿嘿 这片池皮 可不是废水也 这是 勘验户口峡谷 有无渗水 暗洞的 必须用水 嘿 若有一个暗洞 经水再多 也是枉然 放水 积水以来 老夫一日三次 来这里探水 你说为甚 李斯更是惊讶 开凿峡谷之时 我等惠同公师 背戏 踏勘过三遍 不是没有发现 暗洞吗 郑国愧然一叹 嘿嘿 这便是治水之难也 眼见不能信 踏勘 也须得证实 只能试水 知成败 再高明的水功 无法预知 九地之下也 李斯一阵默然 又一声感叹 哎 老哥哥如此扎实 李斯服了 郑国低声道 嘿嘿 给你老兄的说 那李宾建造 都江燕 开凿分水峡谷时 放火水 砍漩涡 嗯 动辄亲自下水 踏勘 后来自己游不动了 叫二郎亲自下水 为甚来 哎 还不是怕万一误事 都江燕修成 李宾多病缠身 知水 知水 水功 草的那份心 世人 难知也 李斯一阵唏嘘 突然低声问 老令哥哥 你说 秦王终止会商 又甚想头 郑国似有无奈地笑了笑 不管如何想法 说法 只要秦王神智清明 便能说理 李斯摇摇头 想说话 最终还是漠然了 月末半个时辰 年轻的秦王上岸了 县令公将军们 也陆陆续续地 呼和着爬了上来 人人精神抖擞 纷纷叫嚷 泡饿了 李斯大步迎过来一拱手 臣请君上先更衣 再用饭 嬴政水淋淋 大手一挥 好 诸位 先换干爽衣服 再叠饭 再说话 极少见到秦王和亭长 乡长 李长公将军们 分外痛快 入水出水 不管秦王说肾 都是一声万岁寒起 墓下又是一声万岁 呼啦啦散开换衣 欢畅的直跳脚 李斯方才已经安排妥当 派墓府汽谢司马 带一队兵族 从工地仓库 搬来了两百多件 衬甲大布衫 一片百开 在派军务司马 置办饭时也搬来岸边 君臣立员们 原本个个一身汗臭 湖中洗得清爽 脱下的衣甲再上身 定然是黏答答 即是不适 虽然如此 毕竟泥土滚贯了 这些官吏们 也没指望换干爽衣服 如今一件 有干净粗布大衫 人人不亦乐乎 二话不说 人各一件裹住了身子 三三两两凑着圈子 高声呼喝谈笑 看看此时 军务司马带着一对军士 运来了军食老三吃 厚锅盔 酱牛肉 货菜羹 岸边一声秦王万岁 顿时呼噜西流声大起 风卷残云般 消灭了三五车锅盔 一两车牛肉 两三车 货菜羹 食喝完毕 李斯过来一拱手 启禀君上 臣请继续会商工期 好 年轻的秦王指一个字 郑国也是一拱手 臣等已经直言 赶请秦王示下 嬴政显得分外随和 好 我说说 李斯一声高呼 诸位巨龙 各找坐地 听王训事 夕阳将落 秦国最重要的一次 治水朝会 在参赐的山时间开始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